道经者云有缘 使天尊身于太原之先 并自然之气充须宁远末之奇迹 所以说天地轮廓结束中 敬略与佛经同 以为天尊之体长存不灭 美至天地初开祸在玉经之上祸 在穷丧之野兽已密到位之开节度 仍然其开节非一度已 故有颜康是明汉开皇室 其年号其间相去经四十一 亿万载所度皆诸天仙上品 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真皇 人五方天地及诸仙观 虽诸天仙不能省视天尊之开节也 乃令天真皇人改转天 因而遍兮之自天真以下至于 诸仙斩转结及以四相受 诸仙得之使寿世仍然以天尊经历年载 使一开节受法之 仍得而保密亦有年限方式传授上品则年 九下品则年 禁固经受道者经四十九年使得受人推其大指盖一归 批至七百九十一 于人爱清静姬而修习见智常生自然神话 或白日登仙 与道合体其受道之法 出寿五千文禄刺寿三栋禄 刺寿洞玄禄刺寿上青鹿鹿皆宿书记诸天曹关属佐 立之名有多少又有诸福错在其间文章鬼怪事所不识 受者必先截然后经以并诸至必已见于诗诗受其 至以鹿寿之人否经各持其半云以为约弟子的鹿 兼而配之 其节之法有鹿玉鹿经鹿涂炭等为谈三成 每成皆至棉诀巧以为线御棒各开门皆有法相者亦有 人数之限以赐入于棉诀之中于冠面赴尘说迁就告白神 指昼夜不息或一二七日而指其数之外有人者病在眠 绝之外卫之客但拜谢而已不念赴烟而又有诸消灾度 二之法一阴阳五行数数推人年令书之如张表之一并聚 至必烧香成独云奏上天草请为除二位之上张 夜终于 星辰之下陈设九府丙尔必悟立四天皇太一四五星列宿 为书如上张之以以奏之名之为教又以目为应克星辰日月 于其上西气执之以应及并多有悦者又能登刀入火而焚 赤之时任不能割火不能热而又有诸福而屁股精丹 欲将云应捐除子慧之法不可丹记云自上古地地库 下雨之仇并遇神人贤受到陆年代祭远经史无闻焉 推寻世纪汉时诸子道书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见 现处充须而已无上天官服录之事其第四偏老 子二偏醉的深指固颜桃红景者隐于聚荣好阴阳五行 风角心算修辟谷导引之法受到经浮禄五帝夙语之游及 禅代之济红景曲图称之文和陈景梁字以之游是恩 欲圣后又转灯真影觉以正骨有神仙之事又言神丹可 臣服之则能长生与天地永帝令红景是何神丹静不能 批之七百九十二 旧乃言中原格绝要悟不经故也帝以为燃尽之游 盛然 五帝若年好事先受到法及及位由自上张朝是受到者众 三无及边海之济信之游 盛成五世居无心故意奉焉后位 知识松山道士寇千之字云长玉真人成功心后玉太上老君 受千之为天师而又赐之云中英诵科界二十卷又始玉女 受其福气导引之法碎的屁股气圣体清颜色先帝子时 愚人皆得其数其后又玉神人礼普云是老君玄孙受其图 路真经合照百神六十余卷及销炼经丹云因八十余将之法 太武时光之初奉其书儿之地十夜者奉玉伯生劳四松 月银至其余弟子余带都东南起潭与给道士百二十余人 显阳其法宣布天下太武卿被法驾而受福禄焉自世道业大 行美帝即位必受福禄以为故使客天尊及诸仙之相而攻 养焉迁落以后至道场于南郊之棒方二百步真月十月 之十五日并有道士歌人百六人拜儿辞焉后神武帝千夜 岁霸之闻香之世更至管于选其精致者使居焉后周成为 重奉道法美帝寿路如未知就寻与佛法俱灭开黄出幼心 高祖亚信佛法于道士灭如也大业中道士以树尽者慎重 其所以讲经由以老字为本赐讲庄子及领宝身 玄之属其于重经或言传之神人偏卷非以自云天尊信 那名尽信力皆浅俗故事圣移之其树叶优者行诸福尽 往往神燕而金丹玉叶长生之世历代弥肺不可胜即尽无 孝燕经考其金木之树复之于此 大乘经617步276卷558步1 1697卷经59步379卷书小乘经 487步852卷杂经380步716 卷杂经木残缺其剑数如此杂一经172步330 16卷大乘绿52步91卷小乘绿80步407 PG793 12卷717步490卷绿2步23卷讲书 杂绿27步46卷大乘论35步140一卷 30步94卷书小乘论40 1步567卷21步491卷论10步 76卷讲书杂论51步437卷32步 299卷论299卷论9步138卷讲书记20卷 464卷 又1950步6198卷 11 by lasts 1175卷320卷平安 9 11 11 12 13 13 12 1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